这个部分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因为像在这个部分上面 我们也是配合检调 现在目前正在深入的调查之中 那有关于当时的整个部分上面 处理的过程 当下立刻对于整个现场的封锁 然后由检警的勘察结束之后 由警方会同我们相关的人员 才把大体整个从树上面引下来 然后到救护车上 同时在这个动作上面 也有全程的录影 并没有破坏现场这些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现在也在检警 这个方面正在持续的厘清之中 我想在这个部分上面 郑排长我们就了解 他平时的工作表现都是正常的 那对于各项的任务 也都能够完成 那现在目前全案 现在目前是有检警的单位 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那我们本部会全力配合 厘清相关的案情 如果查有不法的状况 我们绝对会依法侦办 然后绝不宽戴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我们会按照这个法规上面的规定 那我们也会邀请家属呢 一起来做见证 那以厘清呢 这个我们的调查过程之中呢 相关的疑虑 这个是我们后面会做的 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汉事的发生 那在父母亲的心理面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也都能够这个体认父母亲 在针对这个事情上面 他所这个承受的这个压力 那在这个部分上面 我们是持续的 然后来跟这个父母亲呢 能够持续的接触 也持续的在沟通之中 那在这个部分上面 不管是后续的抚恤也好 或是整个案情的厘清也好 我们会持续的来加强这部分的作为